为什么饭店里的水煮牛肉又嫩又滑又注味 在家却怎么也做不出来 饭店二厨今天告诉你 水煮牛肉首选黄牛里脊肉 切成大薄片厚度在一个硬粒左右 加蚝油 老抽 抓拌均匀腌制上色 再放点葱姜水去腥增香 继续抓拌把葱姜水抓到牛肉里面去 再放盐抓至沾手 再放一个鸡蛋清 这样腌制好的牛肉口感会更加嫩滑 最后放淀粉抓拌均匀 再放少许食用油锁住水分保持嫩滑 锅中油热放干辣椒炒酱 倒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开大火翻炒几下 放盐增加底味 炒至断生倒出垫在碗底 再次起锅烧油 油热倒入姜蒜末 干辣椒花椒炒出香味 放一勺豆瓣酱 一小块火锅底料炒出香味和红油 加入适量清水 调味放生抽 盐鸡精胡椒粉 大火烧开煮两分钟煮出香味 用蜜肉捞出料炸转醉小火 将腌好的牛肉分散一片一片的下锅 牛肉刚下锅先不要动它 让它定型防止脱僵 最后再翻动它煮三十秒 就可以出锅 倒在店里菜上 撒上干辣椒 花椒 蒜末 葱花 黑芝麻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这样做的水煮牛肉麻辣鲜香 又嫩又滑 你学备没有